Hello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前段时间呢有收到一位40多岁的学员的提问 说现在在房市当中呢 起杆的速度呢非常的慢 有时候呢可能需要等上很长的时间 甚至可能中途的时候呢就已经歇菜了 那这位学员呢也是非常的焦急 于是找到我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啊 很多男性呢总是喜欢用年轻时的状态 跟3040岁之后的自己的状态来对比 总觉得年轻的时候呢搞童肃很旺盛啊 那方面的欲望也非常的旺盛 那么起杆的速度和次数 每一次中间间隔的时间也都会很短 但是岁月不饶人 当男性到了3040岁时候呢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起杆的速度变慢了 起杆的次数也变少了 次数以次数之间的间隔时间也会越来越强 尤其是不注意锻炼的男生 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男生就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哦 会觉得自己身体出问题了 但是乔老师要提醒你们哦 信这个东西呢它是两个人的事情 如果说你没有得到对方更多的刺激的情况下 你的身体不会有快速的反应 这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如果你的年纪在3040岁 你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你更需要多多的去跟你的伴侣互动 如果你的伴侣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 那么你要好好地开导他 让他多给你一些反应 多给你一些反馈 他的反应也会从而激励你 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做得更加的有意思 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觉得有用就关注我吧